阿摩斯书第一章 当犹大王乌西亚 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 大地震前二年 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默士论以色列 他说 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 牧人的草场要悲哀 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耶和华如此说 大马瑟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 我却要降火在阿缺的架中 烧灭变哈达的宫殿 我必折断大马瑟的门川 捡出亚文平原的居民和博一殿掌权的 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 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我必捡除亚什图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 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 非力士人所余胜的必都灭亡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 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 毫无怜悯 发怒撕裂 拥怀愤怒 我却要降火在提曼 烧灭波斯拉的宫殿 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 扩张自己的境界 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 旋风狂暴的时候 点火在拉巴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他们的王和首领 必一同被掳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第二章 耶和华如此说 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 我却要降火在摩押 烧灭加略的供殿 摩押必在哄嚷呐喊吹脚之中死亡 我必检除摩押中的审判者 将其中的一切首领 和他一同杀戮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会 不遵守他的律力 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 使他们走迷了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 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 也都垂涎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亵渎我的圣名 他们在各坛旁 哭人所荡的衣服 握在其上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出灭亚摩利人 他虽高大如香薄 坚固如橡树 我却尚灭他的果子 下绝他的根本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灵上来 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 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 以色列人啊 不是这样吗 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 诸咐先知说 不要说欲言 看啊 在你们所住之地 我必压你们 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 快跑的不能逃脱 有力的不能用力 刚勇的也不能自救 拿弓的不能战力 腿快的不能逃脱 骑马的也不能自救 到那日 勇士中最有胆量的 必赤身逃跑 阿摩斯书第三章 以色列人啊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 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狮子若非抓食 岂能在灵中咆哮呢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岂能从洞中发生呢 若没有基建 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 网罗若若无所得 岂能从地上翻起呢 城中若吹角 百姓岂不惊恐呢 灾祸若临到一城 岂非耶和华所将的吗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 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 就亦无所行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要在雅师徒的宫殿中 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 那些以强暴强夺财物 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 不知道行正直的事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敌人必来围攻这地 使你的势力衰尾 抢掠你的家宅 耶和华如此说 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 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 助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躺卧在床脚上 或铺绣花毯的踏上 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 当听这话 警戒雅各家 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 也要讨伯特利祭谈的罪 谈脚必被砍下 坠落余地 我要拆毁过东和过下的房屋 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 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第四章 你们驻撒玛利亚山 如巴山母牛的 当听我的话 你们欺负贫寒的 压碎穷乏的 对家主说 拿酒来 我们喝吧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 日子快到 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 用鱼钩将你们余胜的钩去 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 投入哈门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人啊 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加增罪过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 任你们现有效的感谢祭 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 牙齿干净 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 你们仍不归向我 在收割的前三月 我使雨停止 不降在你们那里 我降雨在这城 不降雨在那城 这块地有雨 那块地无雨 无雨的就枯干了 这样 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 却喝不足 你们仍不归向我 我以汉风 煤烂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橄榄树都被简虫所吃 你们仍不归向我 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像在埃及一样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 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 营中尸首的臭气 哭鼻 你们仍不归向我 我轻负你们中间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轻负 索多玛和莫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从火中 抽出来的一根柴 你们仍不归向我 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 我既这样行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那创山 造风 将心意指示人 使尘光变为幽暗 脚踏在地之高处的 他的名 是耶和华万君之神 阿摩斯书 第五章 以色列家呀 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 以色列民跌倒 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 无人搀扶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城 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 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 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你们要寻求我 就必存活 不要往伯特利寻求 不要进入吉甲 不要过到别世吧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 要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免得他在约瑟家 向火发出 在伯特利焚烧 无人扑灭 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 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 使死印变为尘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 以致保障遭遇毁坏 你们怨恨 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憎恶那说正直话的 你们践踏平民 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一人 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驱往穷罚人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 必静默不言 因为实事真恶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样 耶和华万君之神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要恶恶好善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或者耶和华万君之神 向约瑟的愚名施恩 主耶和华万君之神如此说 在一切宽阔处 必有哀嚎的声音 在各街市上 必有人说 哀哉哀哉 又必叫农夫来哭嚎 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 在各葡萄园 必有哀嚎的声音 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 想望耶和华日子 来到的有祸了 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 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 又遇见熊 或是进房屋 一手靠墙就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我厌恶你们的节气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凡计和素计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你们用肥处献的平安计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 我造之摩洛的账目和偶像的堪 并你们的神星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 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君之神说的 阿摩斯书 最著名 阿摩斯书 约瑶瑟的苦难担忧 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 首先被掳 书身的人荒焰之乐 必消灭了 主耶和华万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憎恶雅各的荣华 焰弃他的宫殿 因此我必将成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 那时 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 也都必死 死人的伯属就是烧他尸首的 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 问房屋内间的人说 你那里还有人没有 他必说没有 又说不要作声 因为我们不可贴耶和华的名 看哪 耶和华出力 大房就被攻破 小屋就被打猎 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 人岂能在那里用牛羹种呢 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 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 你们喜爱虚浮的事 自夸说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 耶和华万君之神说 以色列家 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他们必欺压你们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阿摩斯书第七章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 魏王割菜之后 菜又发生 刚发生的时候 煮造蝗虫 蝗虫吃尽那地的轻物 我就说 主耶和华呀 求你赦免 因为雅各为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 耶和华就后悔 这灾可以免了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我就说 我就说 主耶和华呀 求你止息 因为雅各为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 这灾也可免了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 有一道墙 是按准绳建筑的 主手拿准绳站在旗上 耶和华对我说 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看见准绳 我要吊起准绳 在我们以色列中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以萨的丘坛必然凄凉 以色列的圣索必然荒废 我必心急 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 伯特利的祭司亚马歇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 图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 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 耶罗伯安必被刀杀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亚马歇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仙剑哪 要逃往犹大地去 在那里湖口 在那里说预言 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 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 有王的宫殿 阿摩斯对亚马歇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牧人 又是修理丧树的 耶和华选招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名以色列说预言 亚马歇啊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说 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撒加低下预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曲 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 以色列宁定被掳去 离开本地 阿摩斯书第八章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他说 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那日 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 必有许多诗手 在各处抛弃 无人作声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罚人 使困苦人衰败的 当听我的话 你们说 月朔几时过去 我们好卖粮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好摆开麦子 卖出用小生斗 收银用大档子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 好用银子买贫寒人 用一双鞋换穷罚人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耶和卖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必永远不忘 地 岂不因这事震动 其上的居民 不也悲哀吗 地 必全然向尼罗河掌起 如同埃及河 涌上落下 主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使日头在五间落下 使地在白昼黑暗 我必使你们的节旗变为悲哀 歌曲变为哀歌 众人妖术麻布 头上光秃 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必漂流 从这海到大海 从北边到东边 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当那日 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 必因干渴发昏 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 启示的说 但啊 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启示 又说 我们指着别世八的神道启示 这些人都必扑倒 永不再起来 阿摩斯书 第九章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他说 你要击打柱顶 使门槛震动 打碎柱顶 落在众人头上 所剩下的人 我必用刀杀戮 无一人能逃避 无一人能逃脱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 我的手 我必取出他们来 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 我必搜寻 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 人藏在海底 我必命蛇摇他们 虽被仇敌掳去 我必命刀剑杀戮 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 降祸不降乎 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 地就消化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 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掌起 如同埃及河落下 那在天上建造楼阁 在地上安定穷仓 命海水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啊 我岂不看你们如古诗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地 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吧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静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像古石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胜的 和所有成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低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得归毁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义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 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